这当场总经理就是好啊 这几年打拼也不容易 当场这个位置还有专权接送 领导这么器重我 要给我整一间 这独立的办公室真好啊 也不枉我在这公司弄了这么多娘 谁家请进 总经理我来打扫一下卫生 行你打扫吧我擦干净点啊 哎我说你这怎么搞的呀这 总经理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我赔给你行吗 你赔你拿什么赔啊 你知道这茶叶谁送的吗 这总经理送的 这一碗茶叶给你几个月工资呢 总经理真的很对不起 这一碗茶叶给你了 总经理这一碗茶叶给你了 总经理这一碗茶叶给你了 回去回去 回去回去 连工工作的时候把我的茶叶给我打散 喂王民宿啊 有人来订订是吧 行那他进来吧 前进 你好 你是应聘的 嗯 你看我们公司的要求没有 看了总经理要求的是五官端正 既然看了你还来 你看看你的五官端正吗 你看看穿的 你看你 也不化妆 也不去韩顾整整容 经理啊 这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 经理 这哪有看五官呢 都是看能力吗 我有才华 我有才华也有能力啊 有能力有个屁用啊 公司有才华的人多了去了 你看看你穿的 既然你知道你是来应聘的 你也不换几身好看的衣服 你知道你应聘的什么搞的吗 这是文员 你知道文员是做什么的吗 是天天来给我递材料的 你看你长的 你要是天天给我送文员 看到你我都恶心 我来你公司是来应聘的 又不是来选美的 这是上市公司 每天都有领导来边视察的 看到你长的样子 我还不丢死人啊 我觉得你这说法也太过分了 哪有你这样的领导啊 既然你是来应聘的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刚才有个保健员把我的茶叶给我打洒了 在地上你舔起来我就勿用你 你这不是虐待人吗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干了 你不想干了 正好 你出了这个门啊 都不会要第二家公司要你了 讲的这么扯 好 我现在就给我爸妈打电话 给你爸妈打电话 喂 爸 咱家公司里面有一个经理 瞧不起人 咱家公司什么时候要求必须长得好看了 他嘲讽我不化妆 没去整容啊 长得难看啊 我有这样吗 我们公司又不是选美的 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我啊 每天干的就是给他提产量的工作 但是看到我之后就会恶心 你说哪有这样的 行 我知道了吧 你啊把它给开除了 嗯好 你之前是许我表演的吧 戏演的真不错 哼 是不是演戏啊 一会你就知道了 喂董事长 喂 哎董事长你说 我说你这怎么工作的 啊 我女儿上这个子公司 硬片 你竟然说他长得丑 难道我们公司是看脸的吗 啊 什么时候定的这个要求啊 我怎么不知道 行了 我告诉你 你啊 被开除了 挂了 还说我是演戏 被开除了吧 这下消息是真的吗 不是不是 你看你来硬听你 你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让公司的事情 不会接你去 是我油盐不实戴上冒犯了你 这个位置是你的 你来坐 我不坐 你赶紧滚蛋吧 收拾了你的东西 去你财务领工资去吧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人啊 都不配在我们公司 我爸也不知道怎么把你给周聘过来的 像你这种人待在我们公司啊 早晚都把我们公司拖款 赶紧滚吧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您看你能给董事长打个电话吗 我在公司也几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行了 我告诉你这种人不配 赶紧给我滚吧 什么人呀 哎这个龙龙啊 这都几点了 大半夜了 到现在也不回来 又不知道去哪去玩了 这孩子啊 一点话就不听 妈 你这怎么还没睡觉呢 容容 你看这都大半夜了 你呀 到现在再回来 容容 你说说你 你老大不小了 别再贪玩了 你呀 要给找个媳妇了 妈 你怎么突然谈这个事呢 你呀 就别操我的心了 你呀 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啊 给照顾好 儿子啊 都心满意足了 妈 你看看 你这又是怎么了 儿子啊 妈 这都是以前的老毛病了 没事的 妈 等啊 一段时间 把你病看好了 再谈我这个媳妇的事 我啊肯定会给你找一个 哎 妈 你看 我这就回来了 你看 你也没睡觉 你呀 赶紧去睡觉吧 我啊一会儿还要去玩去呢 容容 你看你 刚回来 妈就说你两句 你怎么又走啊 妈 行了啊 我也不跟你说了 你呀赶紧去睡觉 照顾好身体啊 我就玩了啊 我走了啊 妈 哎 这孩子大了 也不听话了 我呀要关不住了 请进 崔花婶在家呢 是啊 萌萌 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家里来了呀 我这不是顺便路过来看看你吗 最近啊 我可听说不少流言蜚语啊 都是关于我龙龙哥的 什么 萌萌 你龙龙哥怎么来呀 这崔里的人啊都说我龙龙哥天天夜不归宿啊 不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好事呢 什么 你龙龙哥他晚上出去我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就是啊 就是啊 崔花婶啊 这龙龙哥一直这样可不行啊 这村里的人啊都在说他呢 唉 萌萌啊 我的儿子我知道 我儿子啊在外边不会做那坏事的 我知道 崔花婶啊 我也没说龙龙哥在做坏事啊 只是啊 龙龙哥这样真的不行啊 你可要说说龙龙哥 唉 萌萌啊 以后啊 我们家的事你就少操心了 知道了 崔花婶 这不是为了龙龙哥好吗 你要是不爱听啊 我以后不说就是了 行了行了 萌萌啊 你要是没什么事啊 你走吧 不是婶儿不爱听 我儿子啊 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行了婶儿 我也不跟你在这扯了 你既然不爱听那我走了 行 那不送了 妈 这都是什么人呢 我自己的儿子 我能不知道吗 乱说话 妈 你这怎么 还没睡觉呢 龙龙 你说你 每天 都大半夜才回来 让妈怎么睡觉啊 龙龙 你去干什么了每天 妈 我这能出去干什么 我就出去啊 和我那些朋友玩 就没什么事儿 龙龙 今天啊 今天啊 萌萌 来咱们家了 说你在外边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在咱家 笑话我呢 哎 妈 你啊 不要管这些流言蜚语 你管这些干什么 你啊 把自己身体管好就行了 龙龙 你是我儿子 我怎么不管啊 你跟我说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妈 我跟你说了 又出去玩了 行了妈 我啊 也不给你扯了 我啊 先去睡觉了啊 困死了 作囊 今天啊 你不给我说 哪里面想去 妈 你干什么呢 龙龙 你这胳膊上 怎么那么多伤啊 妈 你管这些干什么 没什么事儿 儿子 让妈看看 这是怎么怒的呀 妈 儿子 你这是怎么啦呀 都怪妈没本事 你这 你跟妈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妈 这 我啊 就 就跟你说实话吧 妈 我其实啊 白天 我在公里上上班 晚上 我给别人送外卖 妈 你也知道 我们家条件 不算好 而且啊 你呢 又 有病 我啊 得挣钱 给你看病啊 妈 儿子 都怒 都怒 妈 本来想着 让你出去 掙钱 是想找个媳妇 到现在 你连个媳妇也没有 都是妈 连累你了 是妈没本事儿子 你让妈看着 多心疼啊 儿子 你答应妈 以后啊 别再这样了 妈 你不能这样说 你啊 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你是我妈呀 妈 你从小把我拉扯大 就不容易了 妈 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啊 妈 你看 你这年纪也大了 哇 得想办法挣钱啊 给你看病 妈 有句话 说得好啊 百善笑为仙啊 妈 你看 妈 哇 也是我们家 唯一的顶梁柱了 我又是垮了 妈 你可怎么办 妈 儿子 我的好儿子 答应妈 以后 别再这样看了 妈心疼 妈 你放心 我现在啊 已经攒到一笔钱了 等一段时间啊 我就去给你看病 妈 你放心 我这段时间 一定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而且啊 不那么累 行不行妈 行 儿子 妈 你看 这都几点了 熬这么长时间 你身体受不了的 走 妈 我要扶你进屋 休息休息 行